现在刚刚把东西放到车后备箱 现在出发回去吃个中午饭 其实我吃东西很简单 我没有吃那么大鱼大肉啊整个那个菜 就是平常土豆地瓜 为什么我这次买地瓜买这么多呢 因为我不会用烤箱 然后我有一个室友吧 他会弄烤箱 他前几天做那个地瓜烤地瓜 哎呀我做的那天正好降温嘛 然后我吃了一下觉得哎呀这个舒服呀 所以呢我今天都买了地瓜 都买了地瓜呢我就准备啊准备去烤地瓜 用烤箱烤 但是烤箱我不会用 我看的那视频上都说是烤那个什么 烤那个要烤40分钟到70分钟 天哪我都快疯了 怎么烤那么久 所以呢我现在不我现在回去尝试一下吧 尝试一下吧 刚刚刚刚几个朋友给我发消息 说股市啊现在都大涨啊又赚了 为什么你们的都大涨 我投我我我投我投点钱进去吧 就就呼呼地往下掉啊 这是哎呀说明说明你们说明这个人性啊 我这我我算是到底了我 哎气死我 其实很多事啊他这个主观判断呢 他不能做标准 是吧你你把自己的喜好啊美丑啊 强架到别人身上啊 这这东西就非常的就是很很离谱 知道吧这叫什么啊叫错位 知道吧 就说你就是说比如说房子啊有房子 建栋房子有的觉得好看也觉得不好看 但是呢你大体上呢就是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整体的审美 他并不能反映出这个是最高的啊或者是最低的 嗯有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丑那丑那丑那丑大家都丑 是吧这东西这个标准的衡量啊 你不能把自己的衡量到所有人的上面 啊我现在这个视频啊还是呃4k的啊4k60帧 但是我把滤镜给去了 因为到了这个下午了下午的太阳你看看 刚刚出来的时候不出来现在猛出来 啊好还好我们现在是往往东走 往东走背对阳光还还稍微还好一点 如果正对阳光的话就变成剪影了 啊还行吧现在我今天晚上上船 看看这个大小大小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 今天哎今天昨天感恩节 今天是不是黑色星期五啊 啊但是在这种小小城镇里面 这种感觉不是特别明显 你要去曼哈顿去这种大的city里面 我我看有看抖音上啊看有些人是视频啊 说说也很也不管什么 那个病不病了 反正就是是是超市就有一堆人去去排队去 甚至不排队就为为人口了 我就觉得太夸张了这个东西 我是很讨厌这种是抢购什么东西啊热闹啊 人群啊我特别讨厌 我现在是特别把自己给远离这些东西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这所谓的热闹和我都没有关系 你们热到你们的啊 我只要安安静静的就行啊 然后又现在又红灯了 哎呀所以呢我今天也就差不多待会再录个视频吧 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希望希望是一个非常飘朽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敢说什么希望不希望的 我现在就是把自己每天过好就行了 还有别的事根本谈不上希望 你就是你希望越多你失望越大嘛是吧 我是一个阶级论者 阶级论者就是人生在很多阶段 你就干在这个阶段的事啊 你不要跨阶段去思考 这样的话是浪费时间是吧 你生活在底层了啊 你要你要去考虑这个这个面子呀 这个表达那个得体呀 我跟你讲你就没法活了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成本在在里面是吧 等你到了那个阶段了 你自然就有时间 你必须得有时间去去考虑这些事儿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